-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XY 給你看店 讓你看店 - 我是XXY 我們現在還有JERICO 歡迎大家回到響應電影院這個單元 - 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會介紹響應電影院這個串流平台上面 - 你可能會錯過的一些優質作品喔 - 好啦 我們這一次呢 是來到了我們的第五集 - 對 不知不覺也來到第五集 - 來到第五集 然後我們要介紹的是第二部 - 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介紹的電影 - 這是有劇情的劇情片這樣子 - 對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加百烈的東飛七十天 - 光聽到這部片的片名啊 就知道說這部片應該是在講 - 某一個人叫做加百烈 然後他遊歷東飛七十天的故事這樣子 -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看這部片的片名的時候呢 - 我覺得這部片應該會蠻適合現在這個狀況啦 - 就是遊歷剩下 大家沒辦法出國的時候 - 對 沒辦法出國的時候 然後 - 看一點國外風景 - 用電影 然後來遊歷一下這個國外我們可能沒辦法到達的一些地方 - 尤其是東飛這個地方 我相信應該比較少人會接觸到 比較少人會去 - 我印象中就是 野生動物很多 然後可能會有內戰 - 動物很多 然後生活很困苦 然後對 只不然你這 - 刻板印象都在那裡 - 非洲刻板印象都會出來這樣子 - 所以我在想說 OK 那會不會就是 OK - 我們看這部片的時候會看到這些東西 - 欸 結果沒有 - 然後我就覺得這部片蠻特別的是說 - 它又打破了我對東飛或是非洲的一些刻板印象這樣子 - 對 我覺得跟上一部作品還蠻像的 - 就是我對印度打破了我對印度的刻板印象 - 那這部片呢就是它讓我打破了我對非洲的刻板印象 - 對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這種主題的電影啊 - 通常就是可能比如說很勵志啊 比如說很充滿正能量啊 - 這部片好像也沒有 - 這部片對 - 對 這個好像也是打破了我第二個對它的刻板印象 - 就對類似這種所謂的一個人孤單旅行啊 - 或是那種撞油啊 這種片子啊 - 我覺得這個這部片真的是風格非常非常特別 - 我不能說它到超好看或是它一定怎麼樣怎麼樣 - 我是覺得說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品 我必須說 - 就一開始我在看之前 - 我就覺得它可能是一個很勵志的那種旅遊店 - 因為這種類型非常非常多 - 跟我想的一樣 - 不是那種旅遊公路電影嘛 - OK - 就是可能就是看這個角色一個去如果去融入這個文化 - 那其實它一開始就是它就是我自己看的時候會覺得 - 一開始好像還真的有點這麼一回事 - 是 - 然後這個角色好像一開始長這樣 - OK 接下來看會有什麼變化 - 然後其實看到後面發現這個角色其實它沒有什麼很大的 - 心境轉變 - 因為它可能就是一下子我要去做什麼事情 - 那做完之後它就好我做完 - 我要換另外一件事情做 - 它不是說我一定要在什麼什麼期限之前做完哪些事情 - 而是它是你就看著主角邊做 - 然後邊認識一些朋友 - 然後再說那我要去哪裡 - 你要不要一起來 - 然後再去下一個地點 - 對 -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一個過程 - 我覺得就是有點改觀我對這部電影一開始的那種激烈印象 - 反而這部電影是很簡單的在描述一個人的旅遊過程 - 然後到最後 - 所以我會覺得它拍攝風格我覺得很多人會有辦法理解是 - 怎麼有點平鋪直續 - 然後有點平淡好像沒有什麼高潮起伏 - 然後角色間的情感好像也是 - 看起來沒有那麼的 - 應該說要在電影裡面來說這種應該更強烈 - 但這部作品看起來反而有點類似那種 - 比較平鋪直續的一個紀錄片的方式來拍攝 - 而沒有去有點加油添醋 - 故意要把某個配角或某個角色塑造成很偉大 - 或是讓你很喜愛的那種感覺 - 對 - 所以這點我覺得在很多人看的時候會覺得很不習慣 - 然後我在看的時候會覺得 - 它是一部電影 - 我想說不對吧 - 這是一部電影它不是紀錄片啊 - 那它應該會有一點劇情性的東西出來 - 對 - 可是這部電影沒有這樣做 -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蠻特別的 - 很特別 - 反正我們兩個人一致認為就是說這部片是非常特別的作品 - 那這部片到底在講什麼故事呢 - 它的故事主要是在描述說有一個叫做加百列的年輕人 -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普通的年輕人 - 它是準備要去念博士班之前呢 - 要去哈佛念博士班之前呢 - 給自己放一個一年的假 - 然後想要去非洲撞遊 - 對 - 那其實在國外也蠻流行這樣子的 - 就是有一個什麼gave year - 就是可能高中畢業啊 - 大學畢業之後你還沒有要踏入職場之前 - 你會想要去給自己 - 做一些人生規劃 - 做一個人生規劃 - 當你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- 其實旅遊當中 - 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未來 - 這個其實在國外蠻流行的 - 他們不急著要去賺錢 - 他們不急著要去踏入職場 - 給自己一個好好的規劃這樣子 - 休息一年 - 總之他就是在這一年裡面 - 就是游歷了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- 東非這幾個國家 - 那故事的一開始呢 - 是從他在肯亞這個地方 - 的一個叫做馬賽的小鎮 - 然後就是開始游歷 - 就是他買了當地的 - 用輪胎做的拖鞋 - 然後他在那邊認識了一個 - 好像從剛過來的朋友 - 然後他在那邊取了一個馬賽的名字 - 然後還拿了什麼馬賽的鋼刀啊等等的 - 就是你知道這部片就是一直在記錄這種很瑣碎的事情 - 就是一路這樣子跟著主角的腳步這樣 - 然後一路走 - 然後從我們剛剛說的肯亞嘛 - 肯亞開始走 - 然後走走走走到坦薩尼亞 - 走到坦薩尼亞之後呢 - 然後又走到什麼 - 桑吉巴這個 - 聽起來很難聽的 - 然後一個島啦 - 然後當地有一個很有名的湖 - 然後還有什麼馬拉威啊 - 然後莫山比克啊 - 然後他最後是到了 - 馬拉威的某一個山上啊 - 然後他中間也有有歷過 - 像是比如說 - 非洲的最高山峰 - 叫做吉利馬扎羅山 - 然後他最後最後是到了 - 姆蘭捷山這個地方 - 對那其實 - 也蠻有趣的就是說 - 電影啊 - 一開始 - 他就已經跟你講說 - 這個男人的下場是什麼了 - 對 - 這個就是事實 - 這個不要再說我爆雷 - 基本上就是這個男人 - 就是他最後最後到了 - 姆蘭捷山的時候呢 - 就死在這個地方 - 就在這裡過世了這樣子 - 所以就開始用回溯的方式 - 可能在路上呢 - 他遇到這些人的口吻 - 然後他遇到這些人 -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- 然後去描述這整個故事 - 所以其實電影一開始 - 就已經告訴你說 - 這個年輕人最後 - 這個下場不是很好 - 是個悲劇收尾 - 但是他中間做了哪些事情 - 在這部片裡面他會一次告訴你 - 我自己個人覺得特別就是特別在這裡啊 - 他已經告訴你說 - 這個人的下場不是 - 不是一個happy ending啊 - 而且呢中間他還跟他女朋友相處過嘛 - 然後中間就是有經歷過很多很多事情 - 你就會越看越覺得 - 就是 哈啊他做了這些東西 - 然後最後沒有死掉好可惜喔這樣子 - 對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就是 - 但是電影一開始就跟你講這件事情 - 可是你在中間過程中 - 你會很好奇就是說 - 他到底中間做哪些事 - 這個是我對這部片 - 在觀音體驗過程中 -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- 因為你會 - 希望看到一些比如說一些特別的 - 一些經歷 - 比如說他跟誰 - 遇到然後去做什麼很好笑 - 很智障 - 很瘋狂的事情 - 結果都沒有 - 結果都沒有 - 然後他紀錄的事情就像我剛剛說的 - 非常非常瑣碎 - 所以他一下要爬這個山 - 然後一下要去哪裡 -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隨性的一個旅程 - 就是一個自由行的觀光客 - 對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說 - 自由行你至少會先規劃吧 - 你可能會在地圖上畫說你要去哪裡哪裡 - 可能至少前三天要到哪個地方 - 在那邊待個幾天 - 然後時間過要換下個地點 - 結果這部片他就完全沒有跟你講 - 對他完全沒有跟你講 - 或許他有但是他完全沒有跟我們講 - 他只是看完他去個地方然後就 - 喔好他要說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了 - 對所以我們剛剛這樣子描述這個劇情 -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非常非常瑣碎 - 對確實電影就是非常非常瑣碎 - 瑣碎到就是我覺得 - 這部片怎麼好像沒有一個高潮起伏 - 就是一個情緒起伏 - 對他就是我剛剛有點像他 - 他比較像如果他拍了紀錄片可能會符合 - 比較符合他的痛調 - 對 - 我有在懷疑他是不是原本要拍紀錄片 - 可是他可能我覺得一部分是這種內型的紀錄片 - 大家會覺得太瑣碎了 - 好像不值得被拍很紀錄片 - 有可能 - 對所以我在我看完之後 - 我就是有點抓不太到這部片的重點在什麼 - 這樣子 - 所以我就稍微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- 首先他的MDB是1.2K的人 - 大概1200多人評分 - 然後他是7分嘛 - 其實很高 - 算可以 - 算OK - 對阿 - 就是7分至少是算好看的電影 - 算不錯阿 - 對阿 - 然後而且他在看成影展的國際影評人週裡面呢 - 有獲得發行資助獎 - 然後像是一些什麼聖保羅國際影展阿 - 最佳巴西電影阿 - 聖保羅逸品協會最佳編劇獎阿 - 你看他的故事是有受到肯定的喔 - 然後加上說 - 網路上其實有蠻多影評人們 - 部落客阿 - 或是一些電影人阿 - 他們也有去推薦這部片 - 然後不外乎都是在講說 - 透過遊歷的方式 - 然後來進行角色的探討 - 還有透過這個角色所看到的這個世界 - 然後對於這個非洲的社會 - 進行一些反思這樣子 - 所以我必須說啦 - 可能是我沒會跟吧 - 老實講我真的 - 這句話出現 - 對可能是我沒會跟吧 - 但是我能夠肯定這部片他對於一些 - 可能不太有人生方向的人 - 一點點鼓勵作用在 - 我覺得他 - 我在看的時候有點像是 - 讓我會想要遊牧人生的那種風格 - 我其實除了遊牧人生之外 - 我想到的是阿拉斯加之死 - 對 - 這部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- 就是阿拉斯加之死他也是一樣 - 他就是在講說有一個年輕人 - 然後他們家是非常富有的 - 然後他爸媽就給他一筆錢 - 然後準備要去念書 - 然後結果他畢業的時候 - 然後就把他爸媽給他的財產 - 然後全部捐給慈善機構 - 然後他把他身上所有的信用卡 - 全部都燒掉 - 然後他就自己帶了一個背包 - 然後跑到阿拉斯加去 - 然後撞遊這樣子 - 然後不只是阿拉斯加 - 他跑了很多荒野這樣子 - 所以那整部片就是看這個年輕人 - 他就是拋下一切 - 不顧一切 - 然後跑到這個地方去 - 想要去思考一下人生 - 但是最後他是死在一個 - 就是廢棄的公車上面 - 所以就是他在阿拉斯加的一個地方 - 然後過世一個人顧顧單單的 - 就這樣死掉了這樣子 - 對 所以我覺得跟這部片的調性 - 真的超級像 - 對 可是我覺得不一樣的是阿拉斯加之死 - 畢竟那個角色是 - 就是你能理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- 可是在這個部隊裡面 - 我們對於加百列為什麼要來到這裡 -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加百列到底背景是什麼 - 他的背景是什麼 - 他是錢多嗎 - 他家裡是如何 - 為什麼他有這筆錢 - 為什麼他會想把這筆錢運用在這裡 - 為什麼他會選擇這個時間來 - 或是他回去之後有什麼計畫 -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的詳細了解 - 我們對於這個角色背影其實不了解 - 我們對他的認知就是 - 他在東非在70天內做的事情 - 我們對他的所有認知從中這邊得到這樣 - 而且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說 - 像《阿拉斯加之死》這部片 - 他其實電影被拍出來之後 - 讓很多很多年輕人爭相模仿他的行為 - 可能畢業之後 - 或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- 在這個Gap Year裡面 - 他就是去學他只有一個背包 - 然後這樣去撞遊 - 然後去做很多荒野求生的一些旅程 - 這樣子 - 所以就是產生一些爭議啦 - 就是說有些人會認為說 - 阿拉斯加之是這種騙子的結果 - 人家鼓勵就是年輕人去做這種比較危險性 - 然後有點不太負責任的事情 - 對 可是 - 在加百列東非70天這部片啊 - 我覺得能夠看得出來就是說 - 這些年輕人我也不懂大家在想什麼這樣 - 就是說你要攻陷那個最高山峰 - 還是你要去走比如說幾天以內 - 然後要走完多少國家 - 就是我看不到故事的一個核心 - 或是一個主要的目標在前進 - 因為像類似的電影其實更多啊 - 比如說我之前有看過有一個人是在講 - 好像是某一個小鏡吧 - 登山小鏡或是什麼朝聖小鏡 - 然後他就在講這些朝聖者他們朝聖的故事啊 - 然後一路上遇到哪些人啊 - 他們為什麼要來朝聖啊 - 他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啊 - 這些其實都僅僅扣在說 - 他們對於信仰的迷失啦 - 他們想要從這條路上面走路的過程之中 - 重新找到信仰的意義在哪裡 - 重拾信仰啊 - 然後對自己的人生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啦 - 對 可是加百列我真的也看不出來 - 就是說這個人從開始到最後面 - 他的個人的變化到底是怎麼樣 - 我只知道說他中間 - 有一個比較讓我有感覺的地方是 - 他跟他女朋友吵架那一段 - 就是他在這個公車上面嘛 - 就是他女朋友來非洲找他 - 然後因為他女朋友是 - 也是一個研究生啊 - 然後準備要發表論文啊 - 或者口試什麼的 - 所以就開始他們兩個在公車上面 - 開始鬥嘴這樣子 - 就對於一些研究上面的一些理念 - 然後有點衝突 - 從那個地方我才開始看到 - 原來他開始交代他的背景 - 就比如說 - 賈百列他對於這個研究方法 - 或是現在的人對於旅行啊 - 或他在這段理傳之內 - 然後他看到了一些貧富差距啊 - 然後再對照到這個女朋友啊 - 他是要去... - 他好像是研究什麼 - 政府機構要去 - 投入公共建設的一些研究 - 類似這樣 - 然後賈百列好像隱隱約約有 - 就是有透露說他在研究 - 非洲貧窮的問題這樣 - 就是有點社會層面的一些社會研究這樣子 - 所以他們兩個人對於這個貧窮啊 - 對於這個金錢的本質啊 - 或是這個資本啊 - 跟人民的生活這件事情啊 - 其實是觀念上是有點衝突在的 - 所以我在那一段的時候 - 我其實覺得好像電影開始變得有趣了 - 可是這個話題也沒有被延續下去 - 就只是看到這個賈百列 - 一路上這樣子一直看到 - 各個不同形形色色的人 - 這樣子 - 所以我就覺得說 - 這片相較之下是 - 不太給你太多的那種價值判判斷 -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只是呈現這個現象給大家去看 - 那你要有什麼樣的反應 - 你要有什麼樣的這個想法 - 其實都是端看觀眾自己這樣 - 所以我是 - 其實我蠻好奇 - 就是說 - 我看完這部片之後 - 我反而會想要知道說 - 當你看完這部片之後 - 你看到了什麼東西這樣子 - 一開始他其實這部電影 - 對於角色來說其實他沒有那麼多的介紹 - 然後其實角色也不是重點 - 角色可能是啟發一些 - 就是告訴一些年輕人 - 你可能會 - 就可以去嘗試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- 對 - 那可能我覺得這 - 我覺得這部電影在亞洲可能比較不適用 - 我自己會覺得 - 畢竟我們沒有這種習慣 - 我們沒有這種習慣 -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- 或許對於亞洲的一些很年輕人來看 - 你可能會覺得 - 可能會覺得這就是一個戲劇 - 或許現在漸漸有吧 - 我覺得有 - 比如說打工度假啦 - 或是什麼的 - 可是就像打工度假跟這種 - 到一個地方 - 就是狂玩 - 七十天 - 這種東西 - 我覺得對於亞洲人來說 - 他還是覺得這還是有點戲劇化的內容 - 對 - 這我會蠻好奇說說他錢哪裡來啊 - 對啊 - 然後就是你打工度假 - 你至少是OK - 你到那邊去工作之後 - 你存到一筆錢之後 - 你開始玩啦 - 就邊玩邊工作 - 對對對對 - 可是這個就沒有啊 - 這個就是比較難去執行的件事情 - 那除了角色對於可能一些年輕人的啟發之後 - 我覺得一點是文化吧 -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他們在 - 看到馬賽的時候不是有說 - 就是有聊到說他從巴西來嗎 - 對 - 然後他說就是巴西你們有幾個小孩子啊 - 然後他不是有提到說 - 就是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- 小孩越多代表你的經濟能力越好 - 對 - 然後可是就有人 - 就是代表說你是很有地位 - 這樣的一個 - 然後可是對比巴西來說 - 就是你經濟越多小孩 - 代表你們家要負擔的經濟問題就越大 - 就越窮 -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大家沒有想過的問題 - 大家可能講說啊 - 很多非洲一定 - 非洲會這麼多小孩就是 -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窮 - 可能他們生育率太強 - 然後會導致他們可能會負擔不起這麼多 - 就是他們需要很多的資金來養這些小孩 -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經濟壓力這麼大 - 可是以他們的角度來說 - 他就提出其實 - 我們不認為這是對我們來說是經濟壓力大的來源 - 或是我們不認為生這麼多小孩 - 或是造成我們現在比較落後 - 或比較貧困的一個問題來源 - 我覺得這點就是他提出一個 - 大部分人對非洲的刻板印象 - 對 - 可是他卻用一個最當地的方式來回答你說 - 其實這不是他們的問題 - 對 - 這他們的族人理根本不是問題 - 這反而是他們來說是很好事 - 所以我覺得這點就是文化上面的衝突 - 對 - 我會覺得這邊的呈現就還 - 一開始我看到這段的時候會覺得還不錯 - 然後這這部電影就是是不是要 - 來講一下 - 一直講這個 - 來講一下文化不同 - 就可能到每個地方 - 每個地方文化不同的差異 - 可是後面就比較少提到這一段 - 對 - 所以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- 但那段確實來說是這種蠻印象深刻的 - 還有一段啊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去一個像學校 - 然後有一個老師出來 - 喔老師出來 - 那段好像有講到 - 這段好像也不錯 - 就是因為那個老師就直接跟他講說 - 呃 - 這什麼是女朋友這樣子 - 嗯 - 對就是呃他就直接講 - 就是說在非洲啦 - 就是在他們當地的人 - 對於女朋友的概念其實是沒有的 - 就是你要嘛就是跟這個女人 - 呃就是相 - 就是直接結婚 - 然後呃 - 呃失守到終身這樣子 - 喔就是要 - 要嘛就就是不要 - 因為你這樣子是有點在侵占 - 這個 - 呃那個 - 那個 - 那個女生家裡 - 就有點在耽誤對方的時間 - 有點這樣的感覺 - 也不是 - 就是他他好像是觀念是說 - 呃女生啊 - 就是女人在非洲的 - 呃家庭裡面算是 - 有點像財產的感覺 - 對他是說 - 如果 - 如果你跟這個人沒有要結婚 - 然後結果你跟他要 - 就是交往啦 - 要 - 就是 - 所謂的女朋友 - 對 - 對你其實是在 - 竊取 - 對方家庭的財產這樣子 - 就有點像是 - 對 - 雖然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- 但是以物品來講的話 - 就是你今天去一家店 - 然後你明明就沒有要想要 - 買這個東西 - 對我試用 - 你明明就 - 你明明就對這個東西 - 可能你是有興趣 - 但你最 - 但是你心裡有個抵說 - 可能 - 我可能不會想要 - 最終不會想要買它 - 但我還是想要拿起來看一下 - 對對對對 - 但對於一般來說 - 對於我們人來說 - 可能就是女性來說不會 - 對於亞洲來說 - 我們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- 可是對他們來說就是 - 你明明就沒有要 - 你對我女兒可能 - 不一定到最後會有意思 - 那你為什麼要在那邊浪費她了 - 都浪費我們家時間 - 他或許在這段時間 - 可以找到更好的家庭 - 可以就嫁出去了 - 對阿 - 所以我覺得在 - 這觀念上面也差異啦 - 對 -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就是 - 因為他 - 他就是離開那個地方之後 - 然後那個 - 那個女生就跟男生說 - 欸你現在是在 - 竊盜喔 - 這樣子 - 你現在是在 - 那個竊盜罪這樣子 -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什麼 - 對阿 - 你偷走了我的心這樣 - 我都想要幹 - 幹話特輯嘛 - 幹話特輯就很日常 - 對 - 幹話日常 - 但是我就是覺得說 - 也蠻有趣的 - 其實可以呼應到 - 剛剛Jerico講的一開始嘛 - 對不對 - 就他們對於家庭的概念 - 還有 - 我覺得他其實另類的就是用 - 這種 - 欸那個文化的 - 呃 - 闡述啦 - 或是他看到這樣的景象 - 然後來 - 帶到就是說什麼 - 欸那個 - 來反思 - 歐美他們的這個社會啦 - 或是甚至就比如說巴西 - 他們這個 - 他們那個對於家庭的概念 - 是怎麼樣的一個 - 反思這樣子 - 這樣子 - 對 - 非洲這樣的概念 - 是這個樣子 - 就是說你要對人家負責嘛 - 那對比到現在這些比較 - 進步 - 比較進步 - 或是開放的國家 - 這種社會風氣裡面的 - 欸對於這樣的想法會覺得說 - 其實蠻臣服的 - 這樣子 - 可是 - 某一方面來看的話 - 如果 - 這是在進步的這種 - 在我們所謂的這種進步 - 比較開放的這種自由戀愛 - 這種觀念來看的話 - 欸你是不是對人家就越來越不負責任 - 這樣子 - 對所以其實 - 欸這個也蠻有趣的一些議題啦 - 但是我必須說 - 就是說一般觀眾可能 - 在看這個電影的過程啦 - 因為畢竟他的步調還算慢 - 對 - 所以你可能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被抓到這樣子的重點 - 對所以我覺得他是需要 - 呃 - 沉下心來去好好欣賞 - 然後在整個的 - 呃 - 比如說他的畫面營造啦 - 或是他的人跟人之間的那個對白之中 - 然後你要去 - 稍微想想一下 - 就是稍微思考一下 - 呃我覺得 - 呃你才有可能會 - 呃獲得什麼東西 - 呃不過我覺得啦 - 就是不一定每個電影你看完之後 - 都一定要獲得什麼東西啦 - 我覺得至少這部片他的攝影 - 或是他的技術上面其實是蠻不錯的 - 對就是至少 - 欸看風景也很漂亮 - 然後而且跟著這個人走嘛 - 然後你會體驗到很多不同的 - 非觀光客的那種典型觀光客的行程 - 還有非典型觀客的行為 - 對非典型觀客的行為 - 對非典型觀客的行為 - 對啊你怎麼可能會想到說 - 你要去用什麼輪胎買一個 - 就是買輪胎做的拖鞋 - 嗯 - 我不會去做啊 - 可是他是說什麼 - 那個非洲人這樣穿 - 然後這個很很堅固 - 然後我們會穿一被子這樣 - 對啊然後或是什麼去 - 非洲看什麼什麼動物大前徽啊 - 然後爬那座山啊 - 然後那座山 - 的那個 - 步道啊怎麼怎麼走啊這樣子 - 我覺得其實 - 欸這種經歷你至少可以 - 在這部片裡面看到一些 - 蠻特別的一些行程啊 - 或是當地的一些風土民情這樣子 - 所以我是覺得說 - 是一個蠻需要去 - 蠻需要去靜下心來去體驗的一部片子這樣 -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他在拍攝的時候 - 雖然就是我們知道這個主角 - 最後是死掉了嘛 - 所以 - 當然戲劇這個主角就不是本人嘛 - 所以我覺得 - 因為我有查資料 - 然後我發現 - 是男主角跟女主角是演員 - OK - 然後其他人都是當時男主角真的遇到的人 - 喔 OK - 對所以其實 - 這點還蠻特別 - 難怪這些人的演技這麼差 - 對啊 - 我必須說 - 其實這是真的有點K啦 - 就是很明顯 - 看得出來這些人不是 - 不是專業演員 - 對 - 他們 - 但是我覺得導演有一部分就是想 - 因為導演是 - 這部片就是要致敬他的朋友 - 嗯 - 就嘉白爺這個人 - 所以他就找了 - 一男女女的演員 - 就是我們男女主角來演這個戲 - 然後西館就是找回當時 - 就是他遇到的 - 嘉白爺真的遇到的那些人 - 然後來跟他 - 然後來配合演出可能 - 之前嘉白爺來到這裡的一些橋段 - 嗯 - 但我覺得既然你今天是要來去致敬 - 或是你只是想要訴說你一個跑朋友的故事的話 - 那感覺應該是可以讓那些配角多說一些話 - 嗯 - 我說的話不是演就是戲劇上面 - 或是 - 就是像是有些紀錄片覺得是 - 他可能會先請一個人出來講 - 然後他跟嘉白爺怎麼認識的 - 然後是想再接到可能是戲劇的橋段 - 嗯 - 在演說當時他來到這裡啊 - 然後做哪些事情大概這樣子 - 所以我會覺得在 - 在 呃 - 在他的手法處理上面啦 - 我會覺得這樣子可能會更 - 更好去闡述這個人 - 因為這裡面其實大陸數還是靠著演員去詮釋這個角色 - 嗯 - 所以這部分我反而覺得 - 你應該多讓一些他接觸過的人來跟他 - 來講述一下他對他的看法 - 因為畢竟也 - 其實是有啦 - 因為他還有就是旁白嘛 - 旁白 - 但我覺得比例還偏少 - 比例偏少 - 因為他畢竟主要還是要 - 就是要 - 如果你真的要支持你朋友的話 - 畢竟男演員本身沒有接觸過 - 嗯 - 這個人 - 這個人本身 - 但其他周圍的人都畢竟是真的跟他認識 - 然後真的相處過 -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他外貪圖的裡面 - 知道說其實他們 - 有一些人對於當時 - 就像最後面嘉白爺死的時候 - 是因為他堅持一定要 - 現在就要去登頂 - 對啊 - 所以他就把他原本找來的那個同伙一起 - 就說沒關係 - 就是你可以回去 - 我自己去就好 - 然後後來那個人也有說 - 他那時候不應該 - 他覺得他那時候應該繼續 - 不應該讓他這樣走的 - 應該把他留下來 - 所以你可以其實從其他的貪圖裡面得知 - 其實他們對於嘉白也都有一個 - 自己的想法 - 或是一些情感在 -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去致敬這個人 - 還不如讓這些 - 認識他的人來抒發這些情感 - 搞不好會讓大家覺得 - 這個人不管他好還是不好 - 但是至少有一群人是 - 對他有一些情感在的 - 那整體下來可能 - 對於嘉白這個人的人設 - 就會更完整 - 因為導演自己也有說 - 他就是為了要致敬他這個朋友 - 但是我還蠻 - 我還蠻欣賞的是 - 他沒有故意把嘉白烈拍得 - 好像很 - 就是很偉大 - 或是怎麼樣 - 他還是有把他的一些 - 人性的一些缺陷拍出來 - 這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- 這點我還蠻覺得不錯的 - 對 - 因為畢竟嘉白烈不是一個玩人 - 對 - 然後所以 - 所以我覺得他 - 他有一些缺點 - 或是一些 - 比較情緒化的一些反應 - 對 - 然後在這部片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- 他的一個 - 比較真誠的那一面 - 這樣子 -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部分 - 對 - 我覺得另外一個 - 就是我覺得這部片 - 可以改進的地方 - 就是說因為他的章節 - 其實是用 - 國家的章節來 - 分開的 - 去做區別這樣 - 就是他用肯亞 - 然後坦薩尼亞 - 然後這些地方的地名 - 然後去做 - 一個個張回事的這樣子 - 說故事這樣子 - 可是我覺得如果換一個方式是 - 這些遇到他的人 - 的人民 - 然後去做 - 去做章節的區分的話 - 我覺得或許這個 - 用人來帶 - 對 - 因為他畢竟就是他走到哪裡 - 然後遇到一個人 - 然後一個一個這樣就被帶出來 - 然後這個人 - 他在講 - 他跟嘉白烈的故事的時候 - 然後用那個旁白去 - 帶出這段故事 - 我覺得應該是用這些配角 - 去帶嘉白烈 - 我覺得或許會比較好 - 而不是好像說 - 說嘉白烈他到了哪裡 - 然後用那個當地的地名 - 然後去做區別 - 這樣子我覺得也蠻可惜的啊 - 對不對 - 因為我覺得 - 如果你是要以當地他遇到的這些人為主 - 然後來撤寫嘉白烈的這個人的話 - 那我覺得或許給多一點這些配角時間 - 然後跟他們表現機會 - 我覺得這個其實好像也比較好一點 - 就我會覺得他是 - 真的很不想要拍成紀錄片 - 我覺得有可能 - 他可能真的很不想把紀錄片拍成紀錄片 - 所以他才不避免用那種 - 以紀錄片那種可能 - 講述一些朋友出來 - 用一些相關角色然後來帶著 - 就變得很紀錄片形式 - 他可能真的很不想要拍成這樣 - 所以就直接用 - 嘉白烈的主觀視角來看這些事情 - 視角來看這些事情 - 跟我覺得這樣就有點相反 - 因為畢竟故事本身是要講嘉白烈 - 而且他其實雖然叫嘉白烈在東飛70天 - 但其實主要還是嘉白烈 - 而不是他在這裡面到底幹了什麼 - 比較大篇幅還是想講說 - 這個人在這段時間到底幹了什麼 - 而不是這個人在這裡遇到了哪些人 - 然後那些人對他的影響是什麼 - 就是這兩個東西聽起來很像 - 但其實不一樣 - 但我覺得或許他真的是這樣 - 還是比較想要放在嘉白烈這個人身上 - 或是他更希望自己的朋友 - 可以在這部隊裡面多一點 - 讓世人看到的機會 - 我覺得這一定有導演自己的考量 - 但我認為就是 - 不管他用安有說法 - 我覺得都各有各的特色 - 對 - 但不管怎麼樣啦 - 我自己是覺得說 - 至少我看完這部片之後 - 我真的還蠻想去東飛的 - 對 - 這個是我肯定的啦 - 這是我會覺得蠻特別的 - 因為我過去看了很多很多非洲片 - 不論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講了嘛 - 戰亂啦 - 要不然就是生活不是這麼的舒適 - 或是我們去觀光的話 - 我們去遊覽 - 我們去旅遊的話 - 或許好像也不太有保障 - 或是沒有什麼太安全的保證這樣子 - 可是我覺得看這部片的時候 - 蠻可愛的啦 - 就是說非洲人啊 - 或是他們非洲那幾個國家 - 我們過去有可能對他的一些既定印象這樣子 - 但是我覺得透過一個人的旅遊的方式 - 然後可以讓我們更認識這些當地的風土民情 - 對我覺得他們的這個 - 就是整個那個氣氛是非常非常和諧 - 而不是好像隨時都會有一些速殺的氣氛在 - 終於有一段是那個他跟他女朋友要去一個浴場 - 然後在中間就是在道路上面好像有點找不太路 - 走不太道路 - 然後就旁邊就有一個人說 - 欸你們要去哪裡 - 然後要去那裡了是不是 - 好我帶你去這樣 -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說 - 該不會這個是個騙子吧 - 或是他是一個什麼什麼 - 就是把他帶到一個小巷子裡面去之後 - 然後搶他們的錢財啊或什麼的這樣子 - 然後結果沒有 - 這個人就真的超級單純 - 就是帶他走那個旅遊行程 - 然後說我帶你去看這個啊 - 然後還跟他介紹說這個門很漂亮啊 - 然後他有什麼很特別的歷史啊 - 這個路上的某個門喔 - 隨隨便不是一個觀光景點 - 然後反而就是帶他們更深度的去游覽這個地方這樣子 - 啊雖然加擺列在中間一直跟他講說 - 不用不用我們自己走就好或什麼 -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人跟人之間啊 - 就是這麼神奇 - 就是說當你卸下心房或是什麼的 - 欸這個這個你可以跟人家交心交得更深入這樣子 - 嗯對 -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說 - 他其實是有帶到說這個這個人 - 這個陌生人呢 - 喔他是 - 他有瘧疾這樣子 - 對他有瘧疾 - 然後他也是希望說 - 欸能不能幫我買藥這樣 - 欸這個也可以 - 側面的帶到暗示的帶到說 - 欸其實當地那個瘧疾是很嚴重這樣 - 對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非洲貧窮的那些人 - 他們現在遇到哪些問題 -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也蠻特別的 - 所以就是說電影他沒有很強行的 - 灌注那些很刻板或是很硬的那些訊息 - 就是反而是用旁敲側擊的方式 - 然後來描寫當地的這些文化這樣 - 我覺得很酷這樣 - 對所以我真的看完之後很想去走一招啦 - 對啊如果有機會的話 - 有機會的話 - 肯亞 - 我說我從來我之前都沒有想過說我要去肯亞 - 對啊 - 我覺得至少那座山我會想去爬啦 - 對啊 - 我是覺得應該多少看完都會想要去那邊看看是不是 - 朝聖一下 - 朝聖一下一下 - 就覺得還不錯啊 - 因為畢竟肯亞本來就是一個 - 我們不會去到的地方 - 還是我們就開始賣用輪胎做的拖鞋 - 反正台灣費輪胎也蠻多的 - 而且兩鞋這種拖鞋蠻適合在台灣 - 對啊 欸很棒 - 其實蠻棒的啊 - 其實蠻棒的啊 - 哪一招 - 他能夠多耐船 - 哪一招啊 - 它能夠多耐船 - 哪一招啊 - 所以以上呢 - 這個就是有關加百烈的東飛七十天這部非常特別的作品 - 今後我們這樣的介紹之後呢 - 如果妳很想要看這部片的話 -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貼文的底下留言 - 參加我們的免費序號的抽獎 - 只要妳來留言 - 留下妳對於這部片的一些想法 - 妳為什麼想看 - 妳就有可能會得到我們的 響音電影院所提供的 線上免費觀看的序號 記得趕快去留言吧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響音電影院單元 我們下一次的響音電影院單元再見 Bye 小聲音電影院單元